原本应该开心出席元旦活动 但台南市长黄伟哲受访时很气愤 就是因为12月31号跨年夜 发现台南有两例居家检疫者 违反规定外出 一名去唱KTV 另外一名要搭车北上 更夸张的还有一例 是在高雄居家检疫的27岁男子 从高雄跑到台南探访母亲 市长黄伟哲表示 前两例已经重罚20万以及30万元 一个跑去唱KTV 一个跑去搭大众运输系统 这个都是没有办法让人接受跟容忍的 所以说我们在警察机关 以及卫生机关全力的通力合作下 很快地把这些人找到 并且用蛮重的金额来处罚 而高雄市卫生局表示 从高雄跑到台南的27岁男子 因为租屋处房东 察觉他是居家检疫对象 要求另寻住处 才会在跨年夜搭乘有人车辆到台南防母 但已经违反了居家检疫规定 同样寄出重罚 根据他违反居家检疫的这个时间点 有累计的一个罚则 基本上只要有违反居家检疫 是以十万起跳 那由于他离开居家检疫的这个时间点 大概在四个小时左右 因此我们基本上就是以20万 作为这个裁法基准 虽然三人都不是确诊案例 但违反居家检疫规定 已经让周遭民众 附入在染疫风险当中 原的新闻大部高雄市台南市采访报导